比昨天更好 明天比今天做得更好 那你这个音都是真上的 你有真上的这样子的音 你才谈得上我决定胜 我最后能出三界 如果我每天做的都是堕落的 都是堕落的 最后还跑出一个结果来 我出三界了 怎么可能呢 梦话也没有的 所以佛法是讲因果的 什么样子的因 以何因 以何因才得何果 以何法得何法 妙法莲花经历就是什么 以何法得何法 如是因如是果 很重要 这事无量心很重要的 愿主有情聚乐及乐因 愿主有情离苦及苦因 劝一切众生都要修 那我们要不要这样修 我们都这样修了 我们才有资格劝其他众生 你们要离苦和苦的因 像佛陀 像佛陀出来讲法一样的 第一个就是讲苦 世间的这些苦是有漏的 世间轮回 没有一个 为什么是轮回 因为它都是有漏的 因为是有漏的缘故 所以是苦的 苦固然是苦 连快乐也是有漏的 快乐也是不是常住的 所以快乐也叫坏苦 除了苦叫苦苦 快乐幸福也叫坏苦 你知道吗 因为它是有漏的 它不是永恒的 快乐是会转眼及成空的 就像青春 青春虽然很美丽 但是青春能常住吗 青春转眼就过去了 连百年的人生 都叫转头空 百年人生转头空 一转眼就过去了 一辈子人生 百年的过客 就过去了 纵使你完全很圆满 你很幸福 所有诸佛 把自己的福报都给你 你躺着不用修了 福报给你 给你享受 你这个百年 也是转头成空的 你这个所有的快乐幸福 都变成叫坏苦啊 坏苦之因啊 所以佛陀说 你们知道吗 这个世界 轮回当中 没有一丝一毫 不是苦啊 然后第二次说的时候 他说这些苦 我已经知道了 第二转法轮 一转法轮说 这世界一切 这个轮回都是苦法 第二转法轮的时候说 这苦我已知 第三转法轮的时候说 这个苦我已离了 我已经离开这个苦了 那我们要念 这个世无量心 愿诸有情 离苦 及苦因 那我们要不要离啊 你不能跟众生 念给众生听啊 你说愿诸众生 离苦及苦因啊 然后跟众生说 我还在苦当中呢 我还在苦因里呢 至少现在 包括我个人 我念的时候 我也在想啊 愿诸众生 居乐及乐因 我 我 我传喜 居乐及乐因了吗 愿诸众生 离苦及苦因 佛已经做到了 我传喜这个出家人 我做到了吗 那我们做到呢 至少有惭愧心吧 惭愧 如果有惭愧心 我们还是这个 五着恶事当中的 五着恶事当中 还是有个有希望的人啊 还能 这个就是说 最低最低限度的 他还算一个修行人啊 如果连惭愧都没有了 彻底就是一个 轮回的鬼啊 哪里还算修行人啊 解脱跟你一点 不相干的 佛法的所有功德 跟你不相干的 所谓的人生是宝啊 人生是好啊 跟你也不相干的 因为你人生 是痛苦的因 是你以后 堕落三恶道的因 你这个人生 一文不值 还欠账啊 你有什么那个呢 就像做生意啊 你做了老半天 还亏本 什么都亏掉 你说你那生意 有什么好炫耀的 你什么是成功的生意 不是成功的 彻底失败的生意啊 我们人生也是这样啊 如果我们做了一辈子 最后还要去 堕落做畜生 退学了 不是留级了 留级还能做人呢 退级了 退步了 本来两年级啊 结果读下来 期中考试 最后得一个 退到一年级去 本来还是人的 最后退到畜生去了 现在我们老实说 我们就看了 现在做人的 我们这个看 这个世界上 死了之后 能做畜生的人都很少啊 我这个老实这么说啊 我跟你说 我说大实话 死了之后 能去做一只狗的 这个人都前世 算坏事做的不够 不是很多了 大多数的 做不了畜生的 做恶鬼 下地狱 这个是这个世界的现象 真实像 如果这个真实像 我们都没看到 就你好 我好 大家糊弄 大家骗 法师来 我也骗你们 那我们真的没救了 我们要决定的 真实的皈依三宝 要决定的 真实的 要开始修行 修谁 修自己 修自己 因为我是出家人 我要把这个告诉大家 我如果不告诉大家 我有错 因为我们出家人 为什么 这代表着住持三宝 要在这世间 住持三宝 要在这世间 说句真话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 真的 至少是一个惭愧心 惭愧心 愿友情 不离无苦之乐 这个无苦之乐 这要开智慧 才能得到的 就像没有阴影的光明 没有阴影的光明是什么 没有阴影的光明 你看我们现在 日光灯也好 太阳也好 月亮也好 都是有阴影的 这个光明都是有限的 无苦之乐 就像没有阴影的光明一样 没有影子的光明 你说那无影灯 是没有影子的 无影灯也是有影子的 无影灯也是有影子的 无障碍光啊 阿弥陀佛 这光是没有的 所以 愿诸众生 不离无苦之乐 那你这个 你阿弥陀佛要好好念的 要好好念的 你不念到 你不念到 有种真实受用 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 你是你呢 阿弥陀佛成佛 已经十节了 我们不开智慧 不与阿弥陀佛相应 不是轮回了十节了 所以这个下面一句话 就比较难解释了 什么叫无苦之乐 我们就说 这个要好好修 师父徒弟好好修 修到一定程度 才有勉强可以知道 心领神会 甚至这个无苦之乐 都不是分别一时所了之的 这是一种修行当中的 破我直 破了烦恼 得到少许的智慧 得到智慧的清凉 直觉的一种感悟 无苦之乐 各位道德 阿弥陀佛 世间如果有活法 众生才能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来把佛陀的正法弘扬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所以也希望各位呢 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更要感恩的是 有很多所谓生命菩萨 到处去邀请人家来收看生命电视台 护持生命电视台 到我们家里来收一百块 一个月收一千块 这些大菩萨 我们看到祂 祂就是生命菩萨 赞叹祂 但是也希望各位呢 多加入这样子的护持菩萨 为什么 因为生命电视台一存在 做得更好 更好的内容 那么全世界的友情生命啊 放生啊 戒杀啊 失失啊 救流浪狗啊 帮助每一个人学佛啊 都是因为生命电视台的内容的广大 所以各位呢 不断地来护持投入生命电视台 我们买更好的机器 制作更多的动画漫画 弘扬到全世界 那这个世界就得救了 所以生命电视台功能太大了 各位护持的功能更是大 所以随时护持关系生命电视台 阿弥陀佛 只要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 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 简称生命基金会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大医院张上纯医师 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许多人为了你我的健康 配合政府居家隔离 或居家检疫的防疫措施 而被限缩了行动自由 我们不应该害怕或排斥这些配合的人 要多给他们一些支持与鼓励 同时也提醒居家隔离 或居家检疫的民众 请配合政府的规定 确实做好与外界隔离 以保障周遭亲友与社区的安全 也免得受到处罚 不管疫情如何变化 大家都要有正确正向的态度 不要彼此贴标签 我们要互相包容 互相协助 才可以守护台湾的健康 冷冻活鱼的果报 阿军从事水产养殖多年 这些年 随着鱼子降和鱼鱼的价格不停地攀升 他开始决定饲养鱼 阿军啊 你怎么会想要来饲养鱼呢 是啊 阿军 虽然现在鱼鱼的价格挺贵的 但市场上的需求量并不大 你一下子投资这么多钱 将鱼池全部用来饲养鱼鱼 这样可靠嘛 不担心投资下去写本无归嘛 放心啦 我从事水产养殖业那么多年啦 怎么会没有考察好市场就盲目投资呢 哈哈哈 你们不用替我担心的啦 这么说来 你已经考察过鱼鱼市场了 是啊 你们知道吗 在国际市场上 鱼鱼鱼子酱的价格 已经达到非常高的价格 还有烟熏的鱼肉 在国外已经流行很多年了 我想在不久的将来 鱼子酱和烟熏鱼肉 在我们的市场上 一定会大卖的 到时候 我也会大赚一笔的 这些我也知道 不过能生产鱼子的 可都得是十几年的鱼鱼 虽然鱼子酱收益很高 但投资时间太长了 风险太高 要知道 现在市场上卖的 大多是只养了一两年的鱼鱼 没错 也正因为如此 我才会投资这么多钱 来抢占市场 不要错过赚钱的好机会的 随着鱼鱼 一天天的长大 阿君决定卖掉一些收回本钱 于是 他开始寻找外地市场 很快 他在几百公里外的几个大城市 找到了 愿意长期和他合作的几位老板 我师傅 看辞方必须